大家好,因為疫情關係,相信大家留在家的時間都多了 但其實在家也有很多方法可以護理我們的頭皮 我們經常聽到客人問我們,其實每一天洗頭會不會引致更多的脫髮 其實這樣的情況發生,很可能你選錯洗頭水了 我們選擇洗頭水其實有兩個大的 criteria 第一,我們要選擇一些洗頭水沒有有害化學成分 例如是silicon,paraben,sodium laurosulfate等等 第二,其實有很多很優質的洗頭水,包含一些天然成分 例如海草、香氛、草本的精華等等 其實這些成分是可以幫助生頭髮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用適合洗頭水 其實脫髮的情況在一至兩個星期已經大大改善了 很多人問為什麼頭皮都要敷頭皮mask呢 其實我們頭皮就像臉皮膚狀態一樣 有時候會乾、缺水、泛油或者敏感 所以我們敷一些頭皮mask可以幫助改善這些情況 有些功能性的頭皮mask 甚至乎可以防止脫髮 另外,在家裡我們也可以跟頭皮做一些按摩 因為我們很經常看到一些客人 摸頭髮的情況都是因為頭皮很硬 或者循環很差 簡單的按摩 例如我們可以用一些小工具 一些豬鬆毛的梳 或者有些是專為頭皮而設的按摩器 怎樣按摩呢 其實我們整個頭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血位 你隨便這樣按 或者用梳這樣按 已經可以做一個整個頭 出盡它的血液循環 我們臉經常會用精華 其實一定不能忽略 頭皮也要用精華 市面有很多不同功能的頭皮精華 有保濕、虛油或者是防脫髮 用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一個乾淨的頭皮 很簡單 這樣噴上就可以了 頭皮就好像便報皮膚一樣 越早護理 你就會越能保持年輕 就可以預防很多脫髮問題 再看一看 了 了 谢谢观看